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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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例是BNT的mRNA疫苗 由疫苗接種至今累計4,386宗不良事件的通報 包括12宗嚴重不良事件 4,374宗輕微不良事件 在核酸檢測方面 昨日全澳的核酸檢測採樣數是37,132人次 跟著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中高風險地區回澳人士的醫學觀察情況 在過去三天,新增醫學觀察人數是131人 其中澳門居民是48人 非澳門居民是83人 截至2022年3月2日的24時 全澳內計醫學觀察總數是60482人 認證醫學觀察人數是793人 在酒店是792人 在衛生局的設施是1人 接著想跟大家報個數字 因應中山坦州出現了一例 在2月27日出現了一例 新冠病毒的陽性個案 我們應變協調中心 都推出一系列的檢測計劃 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去評估我們澳門社區 裡面傳播的風險 保障澳門市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從3月1日下午6時 我們針對三類重點人群 展開核酸檢測 直到今天下午的15時 我們透過免費預約連結 進行核酸檢測 有23,164人 其中2萬291人已經採養 其中1萬6,410人有結果 全部結果都是陰性 從2月28日我們推出一系列的檢測計劃開始 到目前我們通過不同的排查項目 以及自費核酸檢測 一共檢測的樣本數是12萬5,018分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麻煩 謝謝 謝謝林醫生 下一位我們有請 社會工作局蔡兆元聽將 各位傳聞朋友 好 這裡我和大家 去匯匯一下 社會工作局近期 在新冠疫情方面 一些工作的情況 因應鄰近地區疫情 十分之嚴峻 本澳現時面臨新冠病毒傳播風險 其實是幾乎疫情 其實都是在此提高的 而正如世界上其他地區一樣 長者 尤其是體藥的長者 一旦不幸感染新冠病毒 病法率 重症率 和死亡率 都將會很高的 對於長者的生命安全確實 構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 例如在鄰近地區 在疫情之中 死亡的患者 是以年長人士 特別是高齡 體藥 以至到居於軟死的長者 是佔大多數 當中 完全沒有接種過疫苗的長者 相對於 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長者 他們在新冠疫情感染之下 他們患病之後的死亡率 是高出很多倍的 情況是充分說明了 在疫情之中 接種疫苗是保護長者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最有效方法 社工工作局 是懇切地呼籲 尚未佔中疫苗的長者 把握時間 及早接種 亦都請長者家屬 不要猶疑 盡快支持和協助 大家的親長 尤其是住在軟死的親長 是接種疫苗的 社工工作局 在近日 亦都與長者軟死協調溝通 落實加強各項防疫措施 以減低軟死的長者 特別是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 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其中在訪客管理方面 由今日3月3日起 如果軟死的長者 是未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來訪的親友 必須出事48小時內 結果是陰性的核酸檢測證明 如果長者已經接種了疫苗 來訪的親友 必須出事7天內 結果是陰性的核酸檢測證明 或者出事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的證明 社工工作局明白 這個措施 對部分探訪者 或會造成一些不便 我們期望 是家屬理解和配合 共同保障軟死長者的健康和安全 此外 經過同衛生局研究和協調之後 長者和殘殺人士軟死的工作人員 在近日已經被列入了 特區政府重點工作人群的清單 將參照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的做法 定期接受核酸檢測 小工作局將會繼續協同 民間機構開展接種疫苗的社區宣傳和推廣工作 鼓勵長者以及其他市民及早接種疫苗 例如在昨天3月2日 我們聯同了240多間社會服務設施和服務單位 進行了逐個長者 逐個call 鼓勵長者接種疫苗的行動 而直至到今天早上 我們合共已經透過致電 或者發送信息的方式 向超過5萬人次的長者 或者他們的家屬 照顧者作出了接種疫苗的呼籲 因應行政公職局 今日向公共部門發出了一個通知 公務人員陪同他本人 或者配偶年滿65歲的父母、外祖父母 去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可以在接種當日或日日 享受一個合理缺勤一日 社工作局鼓勵社會服務設施 以及其他企業效法有關措施 共同推動長者接種疫苗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的報告到這裏 謝謝蔡廳長 接著下來有請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張子謙代廳長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下午好 因應中山坦州的疫情變化 教清局早前亦都宣佈了 居住在中山坦州的澳門學生 和教職員暫停回校面秀 教清局一直和學校都保持聯繫 關注學生和教職員的情況 留意到中山坦州今早亦都公佈陸續 恢復交通和服貨 但是封控區和管控區仍未解封 目前尚有的一些風險仍未排除 同時澳門的三類重點人群的檢測 將會在3月4日完成 教清局將會視乎有關的檢測結果 諮詢衛生部門的意見之後 將會綜合考慮目前暫停 面秀學生和教職員的具體復課時間 並且會預留足夠的時間通知 以便相關的學生和教職員可以有所準備 有關的消息將會盡快公佈 近日我們教清局也收到學校的資訊 也多得教清局和學校和家長的一個配合 收到很多的學生有意願接種疫苗 根據我們現在的資料 目前有意願接種疫苗的3至11歲的學生 超過2萬人 教清局會聯同衛生局近日已經安排了 超過1萬2千名3至11歲的學生 到校進行一個集體的接種 兩局也會加派人手 就會盡快地安排學生 以及盡快地安排 學校入校進行外展接種服務 或者到社區疫苗接種站 為學生進行集體的接種 另外為了配合不同時間的需要的家長和學生 教清局聯同衛生局 將會在這個星期六和星期日 早上的9點至到傍晚的6點 預留了眾藝館 為學生增設了一個疫苗接種的專長 亦都為家長和學生提供多一個選擇 家長可以透過掃描二維碼進行預約 同時我們亦會透過學校加大有關的宣傳 推動家長立即預約 大家都知道 留意到鄰近地區疫情的變化 亦都陸續有一些幼兒是因為感染了新冠病毒 出現了死亡或者重症的個案 教清局一直非常關注有關的情況 所以在這裏我們再次呼籲各位的家長 為了保護我們子女的生命安全 應該盡快為未成年的子女接種疫苗 我的報告到這裏 多謝 謝謝張志謙代聽將 接著下來有請旅遊局男童好處長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酒店做醫學觀察的人士有904人 在指定醫學觀察酒店有214人 在自選醫學觀察酒店有485人 在專門醫學觀察酒店有205人 總數當中包括433名澳門居民 93名外僱和378名的旅客 旅遊局的回報到這裏 麻煩你 謝謝林處長 最後我們有請治安警察局馬超雄處長 各位傳媒朋友下午好 現在向各位報告 過往一周出入境方面的總體情況 在1月24日 本土出入境總數約 371,900人 當中旅客約佔55,400人 2月25日 出入境總數約 410,500人 當中旅客約佔65,800人 2月26日 出入境總數約 404,700人 當中旅客約佔70,200人 2月27日 出入境總數約 324,100人 當中旅客約佔53,700人 2月18日 出入境總數約 326,000人 當中旅客約佔46,800人 3月1日 出入境總數約 284,900人 當中旅客約佔38,600人 3月2日 出入境總數約 297,600人 當中旅客約佔37,200人 次 2月24日至3月2日 和前一週 2月17日 至2月23日 出入境總數增加5.4% 當中旅客增加9.6% 主要安警匯報到此 請 謝謝馬昭雄處長 以及各位政府代表的報告 現在開始進入傳媒提問環節 請各位傳媒提問 之前宣布你的所屬機構 而每次提問最多是兩條問題的 現在有請 這邊這位蒲文傳媒 請求停留在消息 何未能有定義的 不令沒有定義 這是民主事物的 有一位從有提供 向等固定物雇 但是也提出了 提供客 請問是為何要 這感覺?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有關於 anticipations 提供我覺得 has been監端的 decision,毕竟有非常有關的 一番目的方法, 遵復的疫情, 經過你 quer未必答應, 不正常, 是由於区別人的疫情和疫情 也显得非常高, 但 Canadian人一個人 會必須在一段時間地 會非常故障害. 是否有關的解答案的方法? 是否有病人的解答案? 你好,我是Bedro Maier,澳門的浦文電台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收到一些聽眾的消息 根據他們向甘寶萊酒店預約一個隔離酒店的房間的時候 甘寶萊酒店就跟他們說 現在4月的預約暫時不可以確定 因為要先問旅遊局 我就想這個情況是甚麼情況 其實我們電台也打電話去應變協調中心查詢 而應變協調中心也表明這個情況要向旅遊局查詢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也是跟應變協調中心有關的 因為上星期我們也有同事問到 因為其實香港現在的疫情都比較嚴重 但是來澳門的隔離期都繼續是14天的 相比起一些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國家回來澳門的隔離期 需要21天的差異 上星期當局就給不到一個科學的答案給我們 那我就想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相對科學的回應給我們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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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能會在四月調整的關係 所以早前還未接受預訂 其實由今天開始 我們現在已經開放四月的預訂 我們就知道酒店的同事 現在就開始陸陸續續按照預訂的時間 我們之前都說了 就是預訂金寶來的話 如果是訂金寶來的話 我們都是按照先到先得 即是誰來訂房 我們就會排放房間等候的名單 現在在路陸續續處理這些工作 謝謝 多謝記者朋友的提問 都是關心到不同的地方 回來澳門醫學觀察的一個時間 一個調整 其實從疫情到現在為止 我們一直都是根據不同地方的 一個疫情風險去調整我們的醫學觀察時間 大家可以記得的話 就是在早前香港 疫情比較平穩的時候 從香港來澳門的人士的 醫學觀察時間是14天 隨後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一個 自我健康管理的 隨著香港的疫情嚴重 我們也都將他們的醫學觀察期 是調整到14加7的 那什麼叫14加7呢 就是要在醫學觀察 進行一個集中的醫學觀察 14天 隨後有7天的自我健康管理 而在這個7天的自我健康管理裡面 亦都要遵循一個嚴格的措施 他們在7天裡面 要進行4次的核酸檢測 針對一個疫情的改變 我們去做一個調整 而針對在外國回澳的人士 大家都看到其實 現時全球各地的疫情 其實都是很嚴重的 我們每天可以從不同的地方 新聞等等都會看到 無論是歐洲、美洲 又或者是東南亞等地 疫情都是相當嚴重的 我們要求的一個醫學觀察期 也維持在21天 當然上星期我都有跟大家說 我們其實都著手在研判 有沒有一個可行性 從外國回澳的人士 都可以好像我們香港回澳的人士一樣 變成14加7 這個我們仍然在做一個研判 裡面去評估一下 究竟我們澳門可以承擔一個風險是多少呢? 究竟現在會不會有很多病人 他們的潛伏期會比較長呢?等等 這些我們都是進行一個研判的 下一位提問 這邊最後一行的一位記者 你好,歷布的 我們報社今天收到供應商會的消息 就說因為澳門政府嚴格地 對這個經香港轉口 又或者進口的貨物處理 要求所有的副貨人 就需要全面消毒 去包裝好的貨物表面 一些供應商會 就指有多間香港的出口商 對這個政策非常之不滿 因為有一些貨物在運送的途中 表面就會被磨損 如果噴了消毒漂白水下去 可能就會擔心一些食物會受到影響 所以就令到大部分香港的進口商決定 暫時就不供貨去澳門 已經說進口又或者進口的日常用品 包括一些油米柴鹽和不少副食品 都在本路的市場佔有大部分的佔備率 想問一下當局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還有澳門會不會像香港一樣 會出現一些搶購潮 謝謝 多謝記者朋友的一個提問 我們澳門的一些貨物 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於香港的 大家其實都知道了 香港的疫情比較嚴重 我們昨天也是在一批 從香港運到來澳門的貨物裏面 是發現有陽性病毒的出現 事實上除了在再日發現陽性病毒出現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是著手 是全面加強從香港來到澳門的一個貨物 的一個消毒的工作 這個目的都是希望減少我們的市民 從一些接觸從香港來的貨物 而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這個也是我們在中國內地不同的地方 我們都會看到有一個這樣的經驗教訓 如果我們只是僅僅做好人的一個防護 而不做好一些物品的一個防護的話 一樣都是可以導致疫情的一個發生 當然一個新的措施 一個新的政策 肯定是對小部分人帶來不變的 正如剛才說過往的貨物來到 可能只是冷鏈食品需要進行一個消毒 其他的一些預包裝的物品 是不需要進行的 現在要進行 肯定是要增加一些工作量 但是我們都是需要去平衡一個風險 和一個獲益 我們評估過這個時候 去增加一些措施 我們的獲益是更加多的 而剛才記者朋友關心到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物品裡面的成份 這個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的消毒是消毒一個外包裝 不會消毒它裡面的物品 這個大家不用擔心 另外記者朋友也是擔心到貨物園的供應 相信我們其他的政府部門一定會針對這個問題 會不會有相應的措施 市民大眾也是不需要擔心的 我們澳門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有物品的供應都是充足 大家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一個搶購的 不好意思 我想補充一下 第一條那個問題 我希望可以解釋清楚一點 主要就是說 之前我們是有可能 就是那個酒店價格會調整 所以在酒店內部操作那裡 就是有一段時間 它就沒有接受那個預訂的情況而已 其實4月那個價格 目前其實是沒有調整到的 是一樣的 謝謝 下一位 看有沒有記者有提問 這邊這位記者朋友 澳港市記者 其實也想問一下 那三類重點人群其實做了幾天 叫核酸 其實有沒有人因為沒有定期去做核酸 他轉了黃馬 其實另外也想問一下 因為當局現在一直在推進這個獎者 去接種疫苗 其實現在的接種情況是多少 就是接種率是多少 還有剛剛局長都有說 希望都去到一定的比率 其實那個距離會否大呢 麻煩 我先回答一下 其實朋友關於一些 我們近期推出的一些 重點人群 以及一些重點區域的一個 核酸檢測的一個情況 其實是由2月28日開始 我們是推出了三個大的一個措施 第一個我們是面對一個叫重點區域 就是在我們關閘附近的 在我們關閘後廣場附近 居住和工作的人員 進行一次性的一個核酸檢測 第二個就是剛才說到的一個 三個重點人群 裡面包括三類的 一個就是2月25至27日期間 它任何一天出境和入境的總次數 是大於四次以上的人士 另外這些人士就要連續做三次的核酸 三天三次的核酸 另外一個就是和中山陽性病例 它是無論在澳門 又或者是在內地 它有些可能有機會 是一起在一些地方出現過的 這些人士也是需要做三次的核酸 另外一個就是在2月25日到27日期間 你可能曾經通過關的 我們都建議你做一次性的一個核酸 應該是第二類 第三類呢 昨天也有說到就是 在這個陽性病例出境或者入境的時候 你和它處於同一個大廳 而且還在附近的這些人士 我們是提出一個要求他們 在14天裡面進行五次的核酸檢測 到目前去到今天中午12點 我們一共有2271位人士 因為沒有按照我們的要求 進行這個核酸檢測 而是被鎖為一個黃馬的 當然這個數字其實一直會在調整 因為它只要做回核酸 它那個黃馬就會被解除了 這個到目前為止是2271人的 另外記者朋友關心到那個長者的疫苗接種率 我告訴你一些數字 可能蔡廳長也有其他補充 我們就在我們現時全澳門的一個疫苗 接種的覆蓋率 我們就3到11歲的兒童 我們的接種率是15.9 12到19歲就是75.7 20到29歲就是97.3 40到49歲就是99.9 左右100% 50到59歲的人士是84.7 60到69就是67.9% 70到79就是51.1 大約等於80歲以上的人士 接種率是22.3% 現時我們澳門全澳門的人口 總人口的一個疫苗接種的覆蓋率 就是打至少一針的去到78% 這是我們最新的一個疫苗接種的一個數字 好 我補充一下在長者院生裡面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長者院生裡面的長者大多數都是比較高齡 體弱 有各種不同的長期病患的 我們看回鄰近地區的經驗 在疫情之中 死亡的人士大多數都是以上 有以上特徵的長者 基本上每100位的病患死亡之中 有超過80位是70歲或者以上的長者 特別是住在院舍裡面的長者 因此協助我們院舍裡面的長者 去接種疫苗其實是整個社會 包括政府和家屬都是很關注的事情 經過一段時間各方面的努力 我們特別要感謝我們院舍的工作人員 以及社區上所有參與工作的社服機構 和義工等等 我們在今天直到今天為止 我上握到最新的數據 在24間的長者院生裡面 已經接種了一劑或以上的疫苗的長者 是佔整個住在院舍裡面的長者的4乘1 超過4乘1 這個數據相對於一個星期之前 即2月24日 當時是3乘5 所以一個星期之內 是提供了大約6% 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狀況 當然4乘1的接種率 仍然不是一個理想的數字 雖然我們韓委局長都提到 按照其他地區經驗 其實長者以至到其他居民的接種率 其實是達到九成或以上 是一個比較有保障的一個接種情況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多次呼籲 我們的長者或者長者家屬 特別在院舍裡面居住的長者家屬 大家都充分理解到 疫情對我們長者的影響 因為我們接種疫苗之後 其實它要發揮效力 要經過一段時間 所以萬一我們澳門出現一些 新的情況的時候 到時才開始接種 可能在時間上面 已經不能夠配合到 疫情上面的發展 保護上面的需要 所以這裡再三 擺脫傳媒的朋友 向我們的市民發放這個訊息 我們社工局 以至特區政府 非常之關心長者 接種疫苗的情況 主要目的 是保護長者的生命 和健康上面的安全 多謝全門朋友的提問 下一位 這邊這位記者 您好 澳門電台記者 想問一下 因為政府近期都很大力 推動一些兒童和長者 去接種相關疫苗 我想問一下 現在現有的兩款 疫苗的傳量有多少 是不是都會 足不足夠呢 還有想問一下 警方 現在每天超過一次出境 以及一次入境的人士 有多少呢 還有他們當中涉及了 多少的居民外顧 以及或者一些 持探親症的人士 謝謝 多謝記者朋友的提問 我們衛生局 一共採購的一個 割藥滅活疫苗 到目前為止 是130萬劑 而BNT的mRNA疫苗 就是40萬劑 而用了多少呢 割藥滅活疫苗 到目前用了92萬劑 而mRNA疫苗 就用了20萬劑 我們手上 又或者是陸續翻譯的貨裏 還有是38萬劑的 一個割藥滅活疫苗 以及有20萬劑的mRNA疫苗 按這個數量 是足夠給我們的澳門市民去接種的 包括是未接種的 又或者已經是 舊期打第三劑的 這個數量 都是足夠去應付的 所以我們也要再次呼籲 我們的市民 如果未接種的是 要盡快接種 如果是舊期打第三劑的市民 也不要猶豫 盡快接種我們的新冠病毒疫苗 剛才記者關心到出入境的次數 以及可能出入境的時候 用一些證件的類型 一些情況 或者我講一講 由於你剛才提到一些 例如探親簽註的證件 其實是由內地簽法的 而且警方在簽註方面 是沒有統計的 但我都有些數據可以和你分享 關於你講到一些次數上的情況 例如我們以上星期 21日 2月21日至27日這個星期 其實我們看回 其實這個星期的平均值 叫平均 其實每一天的出入境 那個人數 大約是平均有14萬8千多 這個我講的是不是人次 我們俗稱的人頭數 即是每一個獨立的人 可能出入境的人數 14萬8千多 當中如果是三次或以上的 一個出入境紀錄 是有25,000人左右 大約25,000人 當中的佔比大約是16.9% 這個數據我和你分享 好,謝謝 下一位 看看有沒有些未提問過的記者 對面那邊那位第三行 黑色衫的記者 你好,澳門日報的 有住在軟石的家 長者的家人就問 怎麼確保所有長者 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呢 其實是否在接種之前 幫他們做一下身體評估 檢查之類的呢 而去探訪他們的人士 都需要48小時的核檢 可能會為他們 帶來一些經濟的負擔 想問有沒有什麼支援措施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早前當局有可能計劃在澳門彈附近 設置方衝醫院的 但就強調沒有確實的選址 但有石牌灣的居民呢 就覺得很擔心 認為都比較近了 想問一下有沒有其他選址的考量呢 關於核酸的要求 目前按照澳門社會裏面 一個核酸上的檢測安排 基本上除了一些 我們的重點工作人員 工作人群 或者一些需要接受 要求其他人的檢測 要求其他檢測 要求其他人的檢測 要求自費 而我市民 包括剛剛提到 蔣介院士裏面的家屬 如果他們屬於經濟困難的家庭 可以透過經濟援助 這個系統的制度 向我們的同事提出 我們會議會有關的情況 這是我記者朋友的提問的回覆,多謝 多謝記者朋友的提問, 究竟長者是否適合接種疫苗這部份, 都有一個回應, 首先強調, 全球打新冠病毒疫苗超過100億劑, 我們澳門自己都打了, 剛才我提到一個數字是112萬劑, 澳門都打了這麼多, 打疫苗究竟有什麼禁忌症呢? 只有一個禁忌症, 禁忌症就是不應該打, 什麼人不應該打呢? 就是你對疫苗裡面的一個成份嚴重過問, 這叫做一個絕對的禁忌症, 你是不應該打的, 除此之外, 其他人都可以打, 但有部分人不可以急於現在打, 我們叫做應該暫緩接種的, 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可能你身體現在處於一個急性期的疾病, 例如你正在發高燒, 那就不適宜打, 你要遲些打, 第二種情況就是一個慢性病, 一個急性期, 例如我剛剛正在經歷心臟病發這個時間, 心狡痛, 這個時間不適合接種, 除此之外, 其他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適合接種的, 而記者朋友就關心到長者究竟是否適合接種呢? 長者如果不存在剛才我說的一個絕對的禁忌症, 又或者不存在一個慢性病的一個急性發作期的情況的話, 絕對是適合接種疫苗的, 而且更加是需要接種疫苗,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數據不斷跟大家重複了, 長者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後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年齡越長, 即是年齡越老的長者, 後果是越差, 這個是所有, 無論在實驗室的數據也好, 或者現實世界上讓我們看到的數據, 都是確實這樣顯示的, 我們的長者, 平時市民有接種疫苗, 都會知道我們整個接種的流程, 都會經過我們的醫護人員幫助他們做一些評估, 同樣在我們長者院社裡面的長者要接種疫苗, 同樣都會經過相同的一個步驟, 而且特別是一些住在院社裡面的長者, 我們每次出隊裡面都有醫生、有護士, 同時去到我們的院社裡面幫他們做評估, 如果家屬有移民的話, 亦都可以現場向我們的醫生和護士作出一個詢問, 這是關於長者接種疫苗是否適合一個情況, 另外就是關於我們一個大型的臨時醫療中心的, 社區醫療中心的一個選擇, 確實是否有一個具體的地方未落實, 選子未落實, 但我們亦都在沉迷一些在澳門裡面適合使用的地方, 裡面有幾個大的條件, 首先第一就是要比較遠離民居, 第二地方要足夠大, 可以讓我們放置大量的病人, 周邊亦都有相應的設備, 設施設備是給我們的醫護人員, 作為一個閉環管理的環境, 這個地方我們仍然在沉迷近, 未落實有消息會向大家作出一個公報的。 我跟記者朋友補充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在14間, 剛才提到我們24間的軟射, 其中14間是受資助軟射, 在這14間受資助軟射之中, 有超過1000多名的長者, 是到現在未接種疫苗, 我們都是鼓勵大家接種的。 我給我一個數字, 就是在超過1000個的長者裡面, 我們知道到目前為止, 只有8位是經醫生評估之後, 認為暫時不適宜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所以比例相當少, 你不適宜接種的情況, 就是正如先良醫生所提到的, 是比較特殊上面的情況, 所以絕大部分的長者, 包括在長者院居住近的長者, 都可以接種疫苗, 特別正如先良醫生所提到, 一些病藥的長者, 或者是有其他健康狀況的長者, 其實可能更加需要接種疫苗, 及早去保障他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補回一個數字給記者朋友, 謝謝。 謝謝,下一位。 對面那邊第一行的譜聞傳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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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Hanadu Markish, Makao Daily Times。 其實第一個問題, 是跟我上個禮拜提的, 一個問題有關的, 因為我上個禮拜有問, 衛生當局, 或者政府當局, 就這個隔離費用的問題, 究竟是有多少人, 可以豁免支付相關隔離的費用? 沒有人給過這個數字, 我想問一下現在有嗎? 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為了鼓勵接種疫苗, 當局有沒有想過採取一些其他的措施? 包括, 可能你要接種一些肝炎, 或者其他的預防針的之前, 你要必須先接種一次COVID的疫苗, 然後才可以接種其他一些恆常的疫苗? 謝謝。 我上次回答, 這位記者朋友的問題, 那我看回, 其實上一次我們同事都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 因為要得到這個費用的豁免, 其實中間都涉及不同類型的條件, 而這些條件, 中間也涉及一系列的審批工作, 看看其實它是否符合的, 所以這個數, 暫時現在手術是沒有的, 那我回去再跟進一下, 看看我可以補充什麼資料給你, 謝謝。 多謝記者朋友的提問, 你提出了一個意見, 有沒有一些辦法, 怎樣推動我們疫苗的一個接種? 其實由疫苗開始打, 就是開始打疫苗到現在, 其實特區政府都是通過不同的一個方式, 去推動疫苗接種的, 其中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 我們希望給予一個正確的一個認知知識 給我們的市民, 令到他們明白接種疫苗, 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對他們家人有什麼好處, 對社區帶來有什麼好處,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就是希望提高更加多的便利, 令到他們更加容易獲得疫苗的接種。 大家會看到我們全澳門的接種點, 其實是很接近家裡的, 市民是可以接種到, 我們也有一些名額是不需要預約, 給一些可能不可以做到網上預約的人, 都是可以做一個接種的。 這是我們期望透過的一個方式。 近日大家也會看到, 特區政府, 我們行政公司局都推出一些措施, 包括我們, 如果我們的公職人員, 陪伴他們18歲以下的子女, 又或者他們的父母去接種疫苗的話, 可以有一天的陪同假期, 令到我們的工作人員, 是有更加多的一個便利, 可以有時間去陪家人去接種疫苗, 又或者照顧他們。 推出這個措施之後, 我們看到在社會上, 其實也有很大的一個回應。 我們看到有不少的私人企業, 都推出相同的一個措施。 目的都是希望令到我們的工作人員, 可以更加大力去推動他們家裡的兒童, 又或者長者去接種疫苗。 這是我們特區政府在做的一個工作。 而記者朋友剛才說, 會否我們要做一些限制, 你不打了一個COVID-19的疫苗呢? 你就不可以打其他疫苗了。 這是我們暫時不會這麼考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接種每一種疫苗, 都有它的一個必要性。 如果我們因為市民不接種某種疫苗, 而限制了它去接種另一種疫苗, 這是不適當的。 因為每種疫苗都有它的作用, 預防不同的疾病。 所有疫苗, 我們都希望市民可以如期地接種, 可以盡快地接種。 下一位。 這邊這位, 最後一位記者。 你好, 我講日報的。 我想問一下, 關於現在當局, 呼籲到三歲以上的年齡的人士, 都可以接種疫苗的。 其實對於現在, 疫情比較緊張, 那些家長都比較擔心, 三歲以下的家長, 擔心幼魚是怎樣? 它不可以接種疫苗, 有什麼方法可以更加保護好這些小孩呢? 關於那個, 如果有家長, 三歲以下的幼魚的家長, 想幫小朋友打疫苗呢? 能否打呢? 麻煩。 多謝記者朋友的一個提問。 現時我們澳門正在用的一個疫苗, 各藥苗的疫苗, 是適用於三歲以上的所有人士。 那BNT的MRNA疫苗, 是適用於十二歲或以上的人士。 這個是我們澳門的一個疫苗的規定。 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他們也嘗試把這個部分疫苗 開放到一些六個月以上的一個小孩去打。 有一些這樣的做法, 但是現時沒有很大量的數據。 所以我們澳門暫時還未開始, 我們會參考更加多的數據去考慮。 沒有辦法可以讓我們三歲以下的兒童去接種疫苗, 我們可以怎樣保護它呢? 其實這是我們過往在防控傳染病上, 都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我們周圍的人去接種好疫苗, 減少,把這個病毒帶給它。 這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方法。 包括我們平時的一些疫苗, 我們都是這樣接種的。 為什麼懷孕的媽媽需要先去打一個破雙風疫苗, 去打一個白日期疫苗等等。 這些方法都是目的, 是去保護一些免疫力比較低下的孩子。 又或者他不適合接種疫苗的孩子。 通過周圍的人去接種疫苗, 是去保護這個小朋友。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也是要配合其他個人的防護措施。 就是包括避免帶這些年幼又不能接種疫苗的小朋友 去到一些高風險的地方。 要注意一個個人的衛生戴好口罩、勤洗手。 這些是一定要嚴格地去執行的。 今天的提問都差不多。 再給最後兩位記者的提問。 對面那邊那位,最後那位。 想問一下香港回澳的那些澳門居民, 或者從香港來澳的人士, 他們有醫學觀察, 上個月中開始陸陸續續出現的輸入個案, 我們現在看到他做檢測, 然後做幾次都是陰性, 然後做了很多次才陽性。 現在看到那個次數越來越多, 最初那些很多次做一兩次陰性, 之後就陽性。 接著到最近有些個案, 在醫學觀察酒店期間做四、五次陰性, 四、五日的陰性才轉陽性。 到昨天公佈的個案, 去到他做了六、七、六次, 甚至乎七次的檢測, 是陰性才最後轉陽性。 我想問一下衛生局怎樣去看這個情況, 會不會是, 因為除了香港輸入個案, 那個累積的數量越來越多呢? 會不會有, 那些個案有出現一些比較特殊, 潛伏期長的那些情況, 那個機會就越來越難呢? 因為現在香港的輸入個案累積越來越多。 其實是否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即是說, 那些出現潛伏期是特別長的個案, 那個機會會越來越大呢?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還有就是, 就著這個情況, 其實真的有沒有必要去延長 香港內澳人士的這個觀察期? 即是現在是14加7, 但是現在有些這樣的情況, 那些人越來越, 要檢測很多次才轉換, 一些陽性的, 即是感染了那些人, 即是有沒有需要去延長那個醫學觀察機, 去保障那個風險, 不要洩漏出來呢? 那醫生局怎樣看現在這個情況, 對澳門那個風險有沒有增加呢? 麻煩你。 多謝記者朋友的一個提問。 那提回現在有一個資料, 其實Omicron, 它整體來說, 它的潛伏期是比較短的, 那一般來說是三到五天, 但是仍然是有部分的一些病例 它的潛伏期是比较长的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在14天之内的 也都有零星的一些个案 我们看回内地的一些资料显示 也都有零星的个案 它是比14天更加长的 这是个别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有留意到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香港的疫情 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我们从香港回来澳门的人士 他们带病毒的风险其实是很高的 我在上个星期也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比例 是2.6% 去到上个星期的数字 近日我也没有去计算 可能那个数字会是更加高的 因此我们都是采取一些更加严格的一个措施 有什么措施呢 现时我们是要求所有 这些会住一些从香港回澳人士的 这些医学观察酒店的工作人员 他们需要每天除了做一个闭环管理之外 还要是每天进行一个核酸的检测 同样这些医学观察人士 他们的核酸的要求 也都是去到每天一次的 所以刚才记者朋友会看到 做了很多次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以前是不会做那么多次的 可能以前整个医学观察期限 只是做四次而已 现在我都是每天这样跟他做 目的是希望 早点去发现他有带有病毒 早点将他从医学观察酒店里面 如果他有带有病毒的话 就将他转到我们的高顶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 这是我们在做一个措施 除此之外 完成了医学观察的人士 即使他去到我们社区 我们仍然要求他 再在有七天的战外健康管理期 里面也要再做四次的一个核酸检测 以防有一个别人士 他可能真的潜伏期是更长的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去发现他 究竟需不需要延长医学观察的一个时间 刚才有一些记者朋友就说 可不可以缩短 有些朋友就想延长 大家有不同的一个考虑的地方 我们都是要平衡获益和风险的 我们会持续去评估 究竟会不会有一个现象是需要延长的 我们会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最后一位提问 这边这位最后一位记者 你好 力步 我都想补充刚刚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都收到消息就说 其实现在是一些香港的食品供应商 它是因为不满政府这个规定 所以大部分都不肯落货给澳门这一边 都想问局方会不会和供应商去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去保证本澳日常的生活货品供应不会受影响呢 还有另外供应商会都同市政署之前都开过会都建议过政府就是去委托一些第三方的公司 就在香港码头以霧化式的消毒噴灑货物的方式先去运抵澳门 之后再用现有的消毒措施去杀菌 但都遭到当局有关部门的否决 结果就发生了这个牛奶包装胶菌磨发生了一个新冠病毒的事件 这样据了解上述这个冒化式的消毒的系统 现在在广州大桥也都有使用 唯独就是政府相关的部门是不同意在香港码头去进行这个措施的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今天没有其他负责一些入口食品的政府部门来到 但我相信作为政府是一定有责任 是确保我们澳门的一个货品的供应充足 特区政府一定会是做相应的一个跟进 而你刚才讲到一些例子 因为我没有参与其中 我不知道你说那些无法是具体的什么方法 我们是去考虑做一个消毒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知道那种消毒方法究竟有没有效 消毒方法有很多 但是它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东西的 有些可能是针对某些细菌 有些是针对某些病毒 究竟你刚才讲的这个无法的方法 为什么不接纳呢 那究竟它是否可以针对我们的新冠病毒 是可以做到一个杀灭的作用呢 那这是我们去决定一个方法 可不可行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 但是无论如何怎样都好 那就是我们要求所有货物 在当它进入到我们澳门社区之前 去进行一个消毒 这个目的都是去保障我们整体 社区里面所有市民的一个安全的 那这个是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好 我们是必须要做好这个工作 减少我们社区的一个传播 那也都希望我们的从业人员 我们相关的行业的人员 也都可以在这段时间 那就配合我们特区政府的措施 做好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请问各位政府代表 有没有补充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再次呼吁我们的长者 和长者的家人 把握时间尽早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因为邻近地方的经验 是清楚给我们看到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由于社区 政府上面的医务人员 其实都是忙于去应对疫情 所以即使在长者软世里面 是有很多的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一个需求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那个工作都很难 有足够的人手去处理 软世里面这个接种疫苗的问题 所以在目前我们澳门疫情 比较温和的情况下 我们再次呼吁大家 大家是掌握时间 是做好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防火未然的 多谢大家 请问各位政府代表 没有其他补充 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宣布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结束 多谢各位 拜拜 谢谢观看